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 他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作家 田中千惠 千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田中千惠 哇 田中千惠出书了耶 而且这个书叫四十人懂爱 里面的每一字句都是你自己写的 坦白说 98%是我写的 因为剩下的两%是就是我写完之后 把所有的稿子都交给厨房社 然后请那个厨房社的编辑姐姐来 帮我稍微的收一下 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本来还想说这本书是不是 就是田中千惠口述 然后那个编辑在帮你写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里面有些字句的那个 就是说话的样子 很像你本人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一开始跟我讲 提出我说要不要就是口述的方式 但我觉得这样子 感觉好像不是我的书 所以我很不希望这样子 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样子出版 所以我坚持把所有的 里面有四万个字中文 四万个中文字 然后就自己写下来 然后就交给他们 而且我不敢相信 田中千惠要到四字头啦 对 对啊 因为田中千惠在台湾 大家对他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 海角七号 里面的这个 因为海角七号当时在台湾 卖的超好 已经把台湾电影给复兴起来 然后大家对里面这个 日本女孩的角色就觉得 哇 好漂亮喔 田中千惠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就没想到已经过十多年了耶 对啊 十三十二年了吧 对啊 就时间过得很快 对啊 就是2008年嘛 那你是2006年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 OK 好 那这本书哦 其实四十人懂爱 里面你剖析的蛮多 我们没有听过的故事 你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 是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田中千惠会蛮低调的 嗯 对 我比较喜欢低调 对啊 那你为什么会愿意 把你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些 从小到大的一些故事啊 跟我们分享 嗯 我发现我其实 我说话不是很擅长的事情 所以我以前就是 常常上一些通告啊 或者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话也很少 而且那时候一开始 我的中文也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越来越不敢表达 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但其实我想法蛮多的人 嗯 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孩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中文的关系 不是母语的关系 所以很多话就没有好好地表达出来 然后我就越来越有一点封闭自己 就好像自己说的也大家好像也不想听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点自卑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 可是后来 因为如果我说话不擅长的话 那改方法好了 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写东西 所以我就写字的方式就跟大家分享我的 就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嗯 那40岁对我来讲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点 就像我们在日本有一个20岁的时候有个成人节 那40岁对我来说是第二个成人节 那我在这个比较特别的时间点 回顾一下自己走过来的人生路 我觉得还蛮值得的事情 而且这一本书里头我们看到更真实的一个田中千惠 他非常的真诚 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几个历程 那其实对于台湾来说也算是你第二个故乡了 在台湾也住了好久了 14年了 都没有想过会这样子 完全没有 嗯 因为在书中你就告诉我们说 当时因为你在日本出道 然后里面也有提到说 哇 原来田中千惠有一个这个彩妆家族 爸爸在日本是非常知名有地位的一个彩妆大使 那妈妈也是彩妆大使 但是从小你会觉得有点压力是不是 是 就会觉得说好像就被贴标签说你是某某人的女儿 所以那时候就因为我想一直以来想做的是演员 也许我不想继承我爸爸的事 也是因为好像一直依赖着我爸爸的背景的那种感觉 那我是世子座的一个女生 其实你真的很有想法 看起来很柔弱 但是其实很有想法 所以你就是不想要被贴上那个标签 所以你想说你走演员的路好了 对对对对对我想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实力去证明自己 可能其实是这样的关系吧 所以我就刻意不选择就是财标那一块 因为你如果走爸爸留下来这一条美好的康庄大道的话 你应该会很顺利 因为大家也会就是对你就会你知道就是特别的敬畏啦 或者是说因为你是谁谁的小 那当然你自己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天分跟能力 但是你就是不走 要走演员 可是会比较辛苦耶 对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才16岁 所以那时候周围的人常常跟我讲说 就是你为什么不记成爸爸的事业 就是如果记成爸爸的事业很比较 顺利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要还要 为什么就是要走演员的路很辛苦 所以那时候一直心里面是就不甘心 所以我后来因为我不想背着我爸爸的光环 所以就离开日本 然后在没有人认识我爸爸的地方 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这样子 所以也是一个很有想法 各位强导演也跟我讲说如果把中文学好了以后 就是市场可能会变大 然后因为那时候认识了周杰伦 然后他们的团队也跟我讲说台湾多好 所以我就 你那时候还不会讲中文吗 完全不会 哇 因为这样你想说 可是你那时候也没有来过台湾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 那你知道就是台湾大概离日本蛮紧的 然后也不太清楚 其实其实 哇 就这么 就这么带着行李 然后来到了台湾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机会 运气或是所有天时地利人和家在一起 海角七号 就让田中千惠在台湾大红 那甚至也是两岸三地都有其他的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在四十人懂爱这本书当中 其实很多女生都说 哇 年龄越大会很害怕 但是我看到田中千惠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表达出了更爱自己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是外表还是少女 可是内心更坚信 更有信念 就是要爱自己 好 那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值得让大家来 更进一步的认识田中千惠 而且她就是一个好真诚 很不做作的女生 然后来到台湾十多年的时间 其实这中间还是有蛮多蛮多 很辛苦的地方 但是她都一一的去面对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知名演员田中千惠 同时她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 新生代作家 她出了一本书叫做四十人懂爱 这本书里头呢 讲到了因为爱情 更因为自己 因为勇气 因为家乡 所以她来到了台湾 然后在台湾其实也度过她人生 非常精华的一年 对二几岁 然后到现在要四十岁了 好那刚才提到说 田中千惠在 不会讲中文的情况之下 然后想说来台湾 本来你是想留学是不是 对就是学中文 本来就是想说短期的 对就大概八个月一年 顶多是一年的时间 可是那时候也有接一些工作吗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把自己 就是当作学生的身份 来台湾 对 那海角七号的缘分是怎么搭起来的 我觉得那个也很特别的一个缘分 就是当时我已经结束八个月的留学的商务的时候 接到北村导演 也是日本同乡 对对对对 北村导演的就是电话 然后他跟我讲说有一部电影的事件 然后我有没有兴趣 我说我有兴趣 所以他就带我去卫岛的办公室 然后就面试 就是后来的那个海角七号的 可以那时候中文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吗 对 所以大概听得懂 但表达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这么的流畅 对流畅 然后后来 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日本的演艺生活已经也是快十年的时间 所以那种去试镜了 可是不会被全上的那种就是失落感已经有好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见味道 然后试镜结束之后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希望 因为味道也没有 你记得那时候试镜他他请你表演什么 或是他问你什么问题吗 他先跟我讲海角七号的故事 然后给我念一段里面的台词 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对 真的是跟面就是不像试镜的那种 很多人一起在面试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味道也感觉好像也没有到 你很棒或是很很不错那种表现 因为味道就是平平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那样的个性 所以我感觉好像应该也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完全没有 就是接下来 因为我本来也是结束台湾这边的留学之后 本来打算要去北京继续学中文 对可是因为真的要回日本的两个礼拜前 就是接到北村导演的电话说 我又被选上海角七号的游子的角色 对对所以我后来就继续留在台湾 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因为跳房实在卖太好了 真的 你那时候应该就是蛮兴奋的吧 很兴奋 只是那时候因为当下感觉好像自己在台风一眼中间 就是感觉好像发生在我周围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而且很受瞩目 就是说因为海角七号刚开始上映的时候 不是第一周就大红的 他是一直持续持续就越迈越久越迈越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一切的一切 从那时开始 对 那魏德胜导演在这个田中千惠的四十人懂爱这本书当中也写了推荐讯 他里面也写的说 哇真不敢相信你要四字头 因为他看你都好像二十几岁的 就是二十几岁看到你的那个样子 可是他说阅读你的文章就发现 哇原来田中千惠也是很有个性 对但我看他的推荐文的时候我哭了 你哭了 你应该是一个很感性的女生 还蛮感性的吧 因为他真的是 他很爱护你 对他从我到台湾的时候就认识我 到现在 真的是很唯一的一个人 对啊 就像从二十六岁到现在 然后这中间当然也是算是革命情感啦 因为一起走过了这个电影 对不对 然后把台湾的电影带到一个重新一个高峰 然后我觉得魏德胜导演在最后写的那句很感人耶 难怪你会哭 他说千惠谢谢你把人生最美好的时间留给台湾 谢谢你成为我们台湾对日本的第一个影响 祝福你青春不老 很感人耶 所以千惠现在 现在听到还是很想哭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 就是说人要到异乡 然后你你什么都没有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哦我爸爸在日本是彩妆大师哦 你要对我特别离遇也没有 你就是一个人 然后带着行李来到了台湾 好然后当然就是 我想千惠应该对台湾的印象也是很好啦 对不对 非常好 对台湾的朋友啦台湾的环境等等之类的 对现在回日本跑哪里不习惯 哈哈哈 因为台湾稍微自在一点对不对 真的 而且那个包容心比较大吧 嗯 对啊 对就是因为台湾跟日本真的是很有很有历史渊源 然后以及彼此非常的友善啦 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到日本去 然后日本朋友这几年也很喜欢到台湾来 所以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几乎就是好像就好像是你你你你到高雄去你到屏东去 那种那种感觉就是飞机飞一下就到了 对来到台湾的时候感觉好像离东京稍微远一点的日本的那种感觉 哦 因为看到很多是跟日本有关系的东西 对 电视节目也有很就是播出很多日本的节目 对 然后外面卖的东西也有跟日本关系的很多 嗯 所以没有那种寂寞就是来到国外的那种寂寞感 就会觉得说蛮熟悉的感觉 而且台湾人真的还蛮好客的哦 对 台湾人是不是有点热情 让你刚开始会觉得有点有点觉得哦 原来台湾人是这样子哦 就是对很热情 但我觉得因为台湾人的那种就是温暖的心 因为有很多很多台湾人也会说日文 那我刚刚来到台湾很多周围的人知道我不太会讲中文的时候 他们就是他们其实也不太会说日文 可是就很努力的用日文跟我表达说他想说的意思 内容 那种感觉真的很温暖 真的耶 所以田中千惠才会一待在台湾哦 虽然中间有稍微离开了一下下 但是对台湾的感情就像是第二个故乡一样 那在台湾的确有像魏神圣导演所说的 就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候 因为二十岁还是小小 就是刚刚少女变成比较成熟的二十岁成年 可是你来到台湾的时候刚好就是二十五六岁这种 有一点点人生的经验 然后在日本也工作一段时间来到台湾 然后其实人家都说女生最美的时候可能就是二十年滑啦 然后三十岁有不同的心境 四十岁又是 可是因为我比千惠大个大个几岁 我大个五岁啦 就差不多 我比千惠大五岁 所以啊我就是要跟千惠说 因为我看到你这本书我觉得啊很喜欢之外 我发现女生在二十三十四十 我特别喜欢四十这个年龄 啊真的 因为我觉得四十就是很自在 我二十岁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然后你就是想要变成别人所说的那个样子 然后三十岁开始有一点点自己的原本的个性要出来 可是又懵懵懂懂有点害怕 就是想要表达又不太敢表达 然后想说啊我这样表达会不会 他就不喜欢我啦或是或是太强势啦或怎么样 可是到四十岁你就真的 会更自在吗 就自在 就觉得无所谓 你知道就是我以前例如说这个朋友邀请我什么 我都会say yes 就会觉得说 对我也是 就会觉得ok ok 好啊好啊 就不敢拒绝 对 对 然后有时候有时候接受之后就会觉得很后悔 对对对 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答应啊好烦哦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 我不想我就是跟你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哦 我真的不好意思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我就会就会回应就是我 我就是不想去 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一部分 对 其实我觉得四十岁很自在 而且我们又保持得很好 看起来就像二十几岁 哈哈哈哈 Suri姐姐真的很漂亮 你保持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女生随着我们的成长 而且我在书中也发现 就田中青会是一个很让自己成长的女生 嗯 对我一直都很希望自己有个拥有的一个 丰富的知识跟智慧跟经验的人 所以对我一直希望累积这种比较内在的东西 对 而且我后来也发现说 女生在在不同的年龄 尤其到四十岁的时候 她会内在有很大的一个力量是 你要让自己更好 然后你也想要有一点点力量 可以让别人更好 那种就是就是你你更自在之外 你也会更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我在这个书中四十人懂爱 也看到田中青会对于自己的更加的喜爱 然后呢对于很多人会说 啊你还不要结婚啊 或是啊你不结婚的话你要不要先生小孩啦 就是不会这么在意了对不对 对真的 对真的 就是你自己现在过了什么状态 你自己喜不喜欢自己 你自己开不开心自己会最清楚 我觉得对这样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好我们在书中也看到田中青会 很不一样的 然后也是很真实的她自己 她很有勇气 很勇敢 然后也更真实的面对自己 她现在是一个 超级爱自己的女人 所以她现在看起来就真的就是25岁的样子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POP最正典 14年前海角七号里头深情的男孩最后告白 就说你要留下来还是要回故乡 嘿嘿嘿 好所以田中青会决定就是留在台湾 然后在台湾的十几年岁月当中 其实体验了很多很多的人事物啊 然后其实也是面对自己的成长啦 然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成长 那我刚上一段有提到说 因为就是女生在不同阶段 我不知道日本现在还是不是很传统 就是觉得说女生一定要结婚啊 还是说观念有稍微再变化一点 稍微有变化 但是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日本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大部分的像我朋友女性朋友 二十几岁或是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 然后结了婚之后 他们有些还是跟台湾的女性一样去外面工作 但还是大部分的都留在家里 然后当家庭主妇 所以还是有点点社会氛围的不一样 对 所以我不敢结婚的原因是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然后好像我结了婚 结婚了 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要留给 家庭 然后这样的话 二十岁三十岁对我来说可以这么忙 对对 打拼的时候 那那个时间留给家庭的话 我感觉一定会后悔 然后一定会跟自己的先生 或者是孩子之间有一些矛盾跟挣扎 所以我就一直避开 那个年轻的时候结婚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因为接触到很多台湾的朋友 那台湾的朋友我觉得面对结婚我觉得比较宽松一点 就是大部分的女性也是结婚了还是要去外面工作 是正常 对 很正常 而且现在男生都要负担很多的家庭的一半的责任 对 家事他也是要做的哦 对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社会里面我觉得很少见 比较少这样 对 还是就是太太或是妈妈来打扫房间啊 还有准备料理什么的 我对结婚也比较宽松 就是没有那么的可怕 嗯 就是说比较随缘啦 有也好没有也好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找到一个 就是你欣赏他欣赏 然后你可以让自己生活更好的 因为很多人都想说 其实一个人更好 对不对 跟另外一个在一起 因为我已经结婚十八年了 哇 我结婚十八年我二十八岁就结婚 二十七八岁就结婚了 然后三十岁生小孩嘛 所以我小孩十五岁了 很可怕啊 对不对 好可怕 对啊 舒梅姐好可怕 那因为我就是以前是在新闻圈播新闻 新闻圈没有这么 没有人这么早结婚的耶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个 到我十几岁的男人 我就嫁给他啦 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 当时的选择就是 也挺好的 可是你要很享受在那个角色里面 对对对 你要很享受 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结了婚 然后可能婚姻当中 就发现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 也就不开心 或者有些分开 所以就是不管决定是 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都是让自己开心是很重要的 对 真的 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是有些已经离婚了 有些已经当当亲妈妈的 对 然后我说有时候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大部分的女生朋友都是没有想清楚 就结婚了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太年轻 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事情 考虑的没有那么完整 对对对对 有时候就觉得爱了就爱了爱了就结了 对 可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 结婚不是那种憧憬而是生活 所以 而且我一直把结婚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 我是没有后悔年轻的时候就结婚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结婚了一定会后悔 对 因为有很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除非说他真的非常的 另外一半或他的家庭非常的能够接受你的工作状态 对 但是女生就特别有责任感 就会觉得说 结了婚 如果我又当了妈妈的话 好像应该要更花很多的力气去照顾家庭 所以四十岁 其实因为台湾晚婚的太多了 真的 很多女生都是什么四十岁结婚 四十二岁生小孩 有的就四十五岁生小孩都有 对对对真的 你自己就是对结婚是一回事 可是对于小孩子呢 你自己很喜欢小孩吗 其实也还好 非常好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生了小孩之后 我常跟我女儿说 你知道吗 妈妈其实年轻的时候 就是觉得对小孩完全无感 没想到妈妈现在对你做牛做嘛 人在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那个想法 就是我也是 一定如果我自己想小孩一定会疼他 可是就是其他小孩 没有什么感觉 对 我也是耶 你知道我大概好像是二十岁左右啊 就是什么长辈的小孩比较小 然后来我们家 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抓住我的腿哦 就起起起起起 然后你知道我还把他踢开 我懂 我懂我也是 我就很害怕小孩坐在我旁边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他 所以就对 对所以我觉得人真的会改变 因为你自己当妈妈之后 你发现天哪 哦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我还把他尿布啊 你知道便便或是尿尿的时候 你要看他便便正不正常 还会拿起来闻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说人的变化太大了 真的 然后我女儿一出生 我就帮他按摩 帮他按摩到现在十五岁 还在帮他按摩 你就知道 就是女生的改变太大了 嗯 但是 对自己小孩的感觉 还是我觉得很不一样吧 但是我觉得在田中千惠的这本 《四十人懂爱》当中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充满了 爱跟温暖的女生 而且 就是他更懂得自己 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 以前就会别的觉得说 好像 附和一下 对 就是刚刚施维姐讲的 是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 然后 因为我 特别是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被贴 就是 贴标签 贴标签 就是好学生的那种 对 所以感觉 如果我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 好像不太好 越来越不敢做 很多 该 就是可以挑战的很多事情 嗯 然后 因为我一直这样子走过来 所以 还好我其实来到台湾 如果我一直留在日本的话 我可能 就是 那种 好学生的标签 一直被 会一直贴着 对 对 然后没有办法这么的大方 这么的自在 对 嗯 而且在书中 其实我觉得田中千惠也 面对了自己 例如说 他有一个 呃 彩妆大师的爸爸 有一个 嗯 挺严格的妈妈 嗯 然后妈妈也是彩妆大师 对 所以你在书中 自己也解剖了 就是 哎 不是为什么 从小跟妈妈的关系 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微妙 嗯 那个微妙 是说不上来 就是 也不是不爱妈妈 对 嗯 好像 很多女生 就是 作为女儿的 好像有很多这种 跟妈妈之间的 也没有到心结 对 但是有一点点复杂 对对对 对 因为有时候妈妈可能会觉得 我最爱的男人 就被这个女儿给抢走了 然后或者是 妈妈 呃 看女儿 她有时候想要复制成一个 她的样子 对 或是她以前做不到 她希望女儿可以做到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后来也看了 就是母亲跟女儿之间的 一些心理书 然后发现 哎 原来不是只有我 好像 有很多母女之间 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 嗯 对 我觉得就是去理解一下 呃 跟自己很亲近很爱的人的一些 呃 关系去梳理 也是 我觉得到了年龄 可能 快到四十岁这个阶段 才会去思考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会去思考说 哎 我这个关系到底 到底 她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 然后我怎么样让这个关系 变得更好 嗯 那我觉得自己去 疏离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之后 可能你们的距离就更接近了 期望 对 因为我妈妈不知道 我有写这 这一篇 真的 因为她看不懂中文 对对对 不要告诉她好了 哈哈哈哈 那对于这个书中 你也有提到说 因为从小就是父亲的光环实在太大 所以你就会特别的 不想要让同学知道说你父亲是谁 然后 呃 你很想要得到父亲的肯定 对不对 呃 父亲的肯定 我比较希望母亲的肯定 对 那你那时候在台湾海角七号 哇 游子这个角色让大家都知道 然后票房卖得这么高 因为是不是有在日本上映啊 海角七号 对不对 那你当时应应该就有一种种 我会让父母亲感到 有我这女儿很骄傲的感觉吧 有 就是面对父亲跟面对母亲的 我的心态还是不一样 就是我是一直想要得到我母亲的肯定 那我爸爸这边的话 就我是不用依赖你 我可以自己走过来 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 对对对 我可以走出一条我的路 对对对对 所以面对他们两个的时候 我的心态是 还是稍微的不一样 嗯 但是爸妈应该对于你在台湾 哇 呃 才来几年时间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瞩目跟成功 他们应该有表达过对你的这种 对就就替我感到很高兴吧 觉得骄傲啦 骄傲 嗯嗯嗯嗯嗯 那所以你说年龄到了一定 然后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 厘清之后 所以田中间会现在除了继续他的这个演艺工作之外 你决定要接下爸爸的彩妆事业啊 对这也很 这个机缘也很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那么的对我爸爸的工作有反感 可是年龄的增加让我发现其实我身边有一个真的中性觉得身边有一个很很厉害的一个彩妆大师 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化解对我爸爸的就是工作 哇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很大的自己的一个一个成长 或者是等于是你对你自己的心心已经够了 已经足够到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因为这件事情我在书里面也写过 其实我为什么对我爸爸有反感是因为我没有自信 一直没有自信 所以才把自己没自信的部分托给我爸爸的就是职业上 但其实不是 因为我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那我觉得我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 我觉得都OK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自信 所以才这样子走过来 是我觉得这个千惠在书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勇于成长 然后对于自己可以面对 只有面对了自己背后的原因之后 他才能够更往前走 所以他现在决定接下爸爸的彩妆工作 当然他的演艺工作也不会禁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田中千惠 他出版了这本书叫做四十人懂爱 很多人都看过田中千惠的这个电影作品 电视作品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的中文 其实真的好到就可以写写出一本书 太厉害 这都是一顶一滴的努力 然后学习 所以在四十人懂爱这本书当中 田中千惠也提到说 哇已经自己自信心足够到 你要接下爸爸的这个彩妆事业 但是清零的部分是哥哥在负责 因为他一直就是在做彩妆学者工作 那您的部分呢 我的部分就是继承我爸爸的 就是所累积的彩妆的哲学的部分 我现在还在思考当中 我怎么把这些知识发表在什么样的 就是平台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也许可以继续写一本书 可以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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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继续演艺工作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志业 就是把爸爸的彩妆哲学跟大家分享 因为说实在的爸爸也很无辜啊 就是他这么努力成为一个彩妆大师 可是女儿却好像一直把他推在门外 所以你跟爸爸说 你愿意继承的时候 你爸爸应该开心的要命吧 他很开心 他其实一直在心里面 有默默的希望我可以有 就是继承他的这个哲学的部分 但他也不敢跟我讲 因为他知道我在台湾这边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一直都难捏什么时候可以讲 然后刚好去年的时候 我也比较有时间跟我爸爸聊 说就是他他之前的一个就是经历啊什么的 然后我也就是真正的觉得 我父亲的年龄也不是 就已经是72岁 虽然百岁社会里面没有还没有到那么老 对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人生会什么时候 就是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我想说如果他真的走了之后 他累积的这些彩妆哲学 也是跟着他一起消失的话 太可惜了 所以我才决定就是继续下去 继续继承下去 所以在40岁一个很美好的这个 岁数当中会做很美好的决定 除了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有信心强大 然后外表继续保持像20几岁的少女一样之外 其实你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你变得更坚强 跟更有信念 就会一直很坚定的往前走 那你觉得这本书啊40人懂爱适合推荐给什么样子的读者来分享呢 我还蛮推荐给年轻的像20岁30岁的女性朋友 因为我也是20岁30岁的时候一直在迷惘当 就是迷惘的状态 一直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那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太方便跟家人或是朋友之间分享 或者是这个时候我每次都会去看书 然后看书作者我完全不认识他 可是他因为他是无声的 所以他会有时候给我我刚好想要得到的答案 刚好在那书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蛮适合这种 不知道要怎么跟其他人分享 或者是不想跟其他人分享的女性朋友 就我还蛮推荐这本书不用从头开始看 因为我有写朋友家人 还有爱自己 还有过去喜欢过的人 就是你想看哪一篇就随便翻一下 也许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给我们一些启发 然后也看到田中千惠这么的勇敢面对自己的人生 而且非常的无惧并且充满了勇气 然后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成长故事 然后其实给我们读者在阅读的时候 也是满满的感动 然后可以感受到田中千惠 她是一个好有能量的女生 这一本田中千惠四十人懂爱的这个新书 有一个分享会是什么时候呢 9月13号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半 在市民大道上的微风广场的五楼的 记忆国乌书店 所以在这个9月13号的时间 大家可以到田中千惠的脸书粉丝囊上面 来看看那个讯息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现场看到 美丽漂亮又会写文字的田中千惠 欢迎欢迎 祝福田中千惠 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都非常的圆满 然后也祝福你这本书 四十人懂爱 可以渲染到更多朋友的心灵 谢谢 谢谢千惠 谢谢 接下来持续锁定小玉 秋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